祝福刚感到的有我们欣赏兵 兵哥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年长玉资深媒体人 今天表示看到他就知道有 影剧话题 有他帮我们专业解读 然后还有我们号称 以靠颜值在江湖走跳的原池 钱球今天介绍非常中肯 这很开心了 对 号称 公认 公认的 其实跟大家说 我本来今天以为 一直以为大家会 有新闻要来问我 我还准备好我的回应跟声明 结果大家都没有人来问我 然后我都是说 怎么那么好笑 我刚才在问原池 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事 右边是这样 因为 他那个部分区的名单 太多了 各党的都一大点 就突然说有个新闻 出过来个表格 说我列进的民众党部分区 第三名吗 你看到假的 因为应该第一 你看看大家都好有智慧 应该是第一 怎么第三 原来如此 拜托那个名单多夸张 连那个朱立伦的岳父都放 对对对你看吧 高玉仁 所以大家都很有智慧 都知道那是假的 我准备好声明 本来也要偷学那个 他们民进党的主任讲的 就是闻所未闻 我是不但没有闻过 连听都没有听过 连看都没有看过 我本来想要回应这样的 结果没有人来问我 真的假的 都是来说哈哈姐 好好笑 哈哈哈哈 没有人相信 大家好有智慧 那这个是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要这种 互相要来穿 要 让大家制造矛盾吗 互相来骂来骂去吗 或者是要影响 某些人讲话的公信力吗 丁哥 还没有中枪 不然大家轮流 中这个不分区名单 这样吗 我老实说啦 我觉得 看起来是有心人 想故意要制造是非 然后最好让 蓝白之间裂痕更深 对然后让蓝军或者是白之间 支持者都互相讨厌 哎呀这个人讲话不可信 这个人是支持谁的挺谁的 我刚刚已经演书的粉丝团 已经开始有一些人 就进来说你看吧 跟柯文哲没来言去 这个就是会相信的人 就会这样啊 还是他是网军收钱来的 所以我就说了 其实他这样做代表什么意思 你知道代表有人真的开始紧张了 对 他生怕蓝白真的会合 那个大陆双十一战不得了 那个业绩真的是 很可怕 你刚刚本来还要讲这几个直播 我是很陌生 但听说很红很红是不是 对都红 而且很年轻你知道吗 然后业绩都可以达到多少 说随便这样 一这样大概一两个钟头 就是两亿人民币两亿 两亿 卖到 听说那个小杨哥靠他吃饭 上千人啊 哎呀真的 连张兰都光卖那个粉而已 我就不懂为什么张兰一听到 讲他数落前媳妇 然后就可以边卖就可以卖那么好 是啊大家喜欢听这个啊 真的吗 因为你讲那个其他 大家觉得没感觉 数落前媳妇的耳朵都尖起来 我要听我要听 就好像馆长天天骂人一样 一堆人给他买东西啊 真的 业绩真的好吗业绩 他业绩馆 馆长其实还算不错的 对啊 因为台湾好像比较没有那么 虽然也是会有 没有那么夯 那我像电视购物被洗脑的几率不高 但可是电商现在是越来越流行的 是要品牌先建立起来 大家相信这个人带的东西 其实我有一阵子很爱看电视购物 我不是 我不是买 我爱看不是因为我爱买 看他怎么被削弱 我就看他怎么唬烂蛮好笑的 哈哈哈哈 那我都不是不觉得很容易被刑啦 我脑波很弱的 我不会啊 我就是看人那么厉害 我就觉得真的 他有这样的号召礼 很多人跟真真借钱他都借哦 可是为什么真 尤其刘家昌现在一直在跟他要钱 他不肯给 因为那是无底洞 他没有办法这样做 就是说他 还是你把故事讲完啊 然后追追着 然后呢怎么就被他追到 后来怎么被说是阴谋 他就阴谋啊 他躲在那个水里面啊 躲在水里面三天三夜 这样一直看着那个 三天三夜躲在水里面 就是当然 惊喜 我是威尼斯海怪 类似这样的啦 苦肉计 三天三夜 苦肉计啦 哎那时候 你要追女生这样子 是很容易追到 你知道吗 他就被别人看到 然后就去 然后就放得单纯 被妈妈保护得很好 然后就去搅舌 舌根啊 说那个被追走了 你还这样你知道吗 谢贤就吃醋生气 对而且刘家昌是 他那时候他就是 他要追他 他非要追到底不可 即使把你的家庭 智力破碎怎么样 我都要干这个事情 就是要干这样 这变得把 他民生当时比较保守 有点把他弄坏掉的感觉 没错 那真正就这样 但是 可能那时候 他跟谢贤中间 有一些问题 因为他 家去香港 其实蛮寂寞 那时候没有融入 那个社会 然后谢贤拍戏很多 谢贤那时候还年轻 很年轻很帅 是谢霆锋的爸爸 大家知道吧 对 然后旁边围了很多女生 拍戏也是 四哥 真的 拍戏也是这样 亲亲我我 他也是会觉得 哦 这样 觉得没有安全感 然后就正好 刘家昌这种 强力的介入之后 就哇 这个家庭就就 没想到 他这个 这个自己也没有维持住啊 你看 我是看到那个时候 他们两个人在见面 因为本来 应该会可能 秦霞玲事外 还有一个 林轻霞本来要来 但是秦霞玲已经结婚了嘛 所以就因为 林轻霞一听说 秦霞玲还是不来了 然后 再来就是谢贤跟 珍珍的 那谢贤就公开 在访问的时候就讲说 他心里还是爱着珍珍的 他不是坐在一个 坐在一个摇篮 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上面 这样吗 对不对 不过我觉得 比较可怜是刘梓谦啊 就这样被 被他爸说的这样 可是也是个好孩子 因为他很有礼貌 在应对进退 跟对外的 他也蛮努力 之前有去拍一些偶像剧啊 什么的 但是 但是因为 现在就是家世如麻 要去帮他妈打官司 要不然他妈谁帮忙 他妈 很单纯的一个人 对抗不了那个刘岛的 没办法 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刘岛啦 我跟珍珍姐 因为真的是帮我们很多 我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公益的形象 刘岛基本上离他越远越好 哈哈哈哈哈哈